台北市長柯文哲為了要完成夢想挑戰一日雙城 要在21個小時之內從台北騎單車到高雄 今天清晨5點多在關渡宮祭拜之後就出發 預計明天凌晨2點就會抵達高雄 天都還沒亮 台北市長柯文哲不為冷風直直吹 全副武裝騎著卡打掐 要從台北關渡一路向南到高雄市政府 挑戰總共將近380公里的一日雙城計畫 柯皮加油 車友隨乎對屌屌還有大批民眾 提早守候想一堵柯皮風采 沿路幫忙加油打氣 而為了不影響汽車進度 柯文哲立下四部原則 不致辭 不受訪 不單獨合照也不簽名 來 我們先上廁所 來 來到老家新竹只能在超商短暫停留 補充體力 拿吃給大家看 你看像這樣 好 市長你趕快看一下窗外 趕快窗外 趕快揮手 揮手 說揮手就揮手 台北市長變身可愛動物 熱情民眾真想捕捉難得身影 不過預定行程已經大delay 幕僚不斷催促 關東主也只能咬兩三下就吞下去 你在看細小麥也笑 邊走邊吃 加快腳步趕行程 柯文哲預計21小時要完成鐵人計劃 雖然體力不如專業選手 但有支持者一路相伴 單車之旅一點都不孤單 聯合報王旭敏 鄭國良 胡彭生 綜合報導 消費 買金 買金 快 糟